重回超商現場 木板代替被撞爛的玻璃門 擋著撞歪的櫃台也開始整修 請工人重新喚醒 這怎麼還是無法營業 受波及的那個 沒有沒有 休息 他休息 他今天受假是嗎 對 對 我跟我們同一講 突然是不是受驚嚇 當往在場的員工剛好請了假 只是這些後續損失怎麼賠 當這包圍被眾人包圍 走下車跟警方對話 他就是趙氏的流行駕駛 趙氏的流行駕駛闖了紅燈 接著撞向直行的白色轎車 白色轎車撞彎的欄杆 接著創破了門口 整台車直接撞進了超商裡頭 只衝進超商後 趙氏駕駛下車竟從身上 跳出一隻狗 原來當天他疑似抱著小狗 開車要返家 但他說他路不熟 加上謊神才會穿紅燈 疑似是玩狗失神 闖了紅燈 超商被撞 附近住戶都很困擾 算一算整片玻璃門被撞壞 櫃台撞歪 加上兩台車維修 以及沒有營業的損失 肇事駕駛就要賠償超過50萬 而且再加上闖紅燈違反交通條例第53條 賠2700元 被撞駕駛及乘客們都還要再考慮 要不要提告 一個返家車上抱狗玩狗 晃神闖紅燈 這代價可不消 接著這麼報道